我俩在一起半年了 他刚开始追我的时候 对我还挺好的 挺用心的 等追到我之后 就变得越来越不在乎我的感受 老是因为少事就跟我发脾气 动不动就甩脸给我看 把我一个人丢在那 我就觉得在这恋气还没过 他就冷了 我觉得我一直对他都挺好的 没有像他说的那样 越来越不在乎他的感受 这次来也是他逼着我来的 如果不来的话就要和我分手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太无逆群绕了 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我希望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那 现在他又想去上海发展 马上面临异地恋了 真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未来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猪 23岁来自江苏职员 女嘉宾小童 23岁来自江苏活动策划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半年对吧 小片里说 你就觉得他由热转冷了是吧 能不能说说由热转冷的种种迹象 给大家听一听 就是刚开始追我那会儿 就是语音电话我们都不停的 然后一打都三四个小时 现在我有什么事找他 想跟他倾诉 他理都不带理的 经常找不到人 还有就是我生病嘛 刚确立关系那会儿 我肠胃炎 他从上海半夜开车 几百公里到我老家 然后陪我去医院看病 第二天还给我买早饭 现在我生病的话 就三不管了 我没有三不管嘛 他就那一次 然后生病了 打电话给我 然后就是我有事 然后当时就没来得及嘛 没有照顾好他嘛 然后他就一直记着 然后我觉得我们 恋爱到现在 就是一直挺好的 然后就是他 没事喜欢找事 然后 他没事喜欢找事是吧 对对 然后觉得我这边 就是对他不好嘛 反正就是我觉得 恋爱到现在 我没做错什么 就觉得他脾气大 是不是意思 不是脾气大 是喜欢就是 没事找事嘛 然后不只 喜欢没事找事 对而且他性格 就是比较偏软嘛 然后就是 偏软 对 什么意思 偏懦弱嘛 懦弱 根本就不是我脾气懦弱 是他脾气越来越大 就是上一次 我们约着一起去吃饭 他到楼下 然后等我嘛 我看他脸色不对 他有很严重的起床气 很严重的 他过来牵我的手嘛 我没敢牵 我怕惹他生气 我这一不牵嘛 他就直接甩头 扭头就走了 把我一个人扔在那 没有 当时是 我当时就是刚睡醒 有点懵 然后他叫我一起去吃饭 我当时就想牵他手嘛 然后他就直接把我手给甩了 然后我就是当时 本来就有点懵 然后情绪就上来嘛 就往前走 稍微快了一点嘛 然后我没想到 他会没跟上我 后来就是一直怪怪我嘛 怪这有什么怪你的呀 就是觉得我 就在路上嘛 然后因为他走得特别快 辣了很长距离 然后有几个男的过来 就是往要号码 就是长得特别凶 我挺害怕的 还一直跟着我 到餐厅跟他讲 他就特别凶 然后一直训我 他训你啊 对 你没出去找那几个人啊 就是一开始问他 他就不说话 然后我这个人性子又有点急嘛 说话可能就是冲了一点嘛 后来他跟我说清楚了嘛 就是人家跟着他要号 我说你没有跟人家说 你有男朋友吗 他说我没有 就是他一路沉默就过来的 然后我说你当时 如果跟人家说了的话 人家可能就不会 就是残着你的嘛 什么时间呀 就是下午了 有点黑了那时候 天一天 好 所以你说他懦弱是吧 可是我也没给我号码 我说他懦弱 也不止就这一件事儿 还有一次嘛 他那时候出去兼职 晚上回来嘛 当时他打我电话 因为晚上嘛 我担心他 我就问了几句 我说你到哪了 车上几个儿嘛 他吞吞吞吐吐吐的 说不清 我觉得就是 有点不太对劲 他后来骗我嘛 就是我问他 车上有几个人 他说去兼职的 都在车上 后来我去车站接他嘛 他就一个人在车站嘛 然后我就问他 怎么样 怎么了 他也不说 我到最后不是说了嘛 然后你还是又吼我 大街上这么多人 我感觉自己 特别没有面子 怎么了 就是当时车上 就他一个人啊 其他的坐兼职的 就没跟他一起回来 然后在车上嘛 因为当时司机 就是说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嘛 我也没敢跟他讲 因为我一个女孩子 本来去外地坐兼职 他就不放心 你说这要事儿 给他讲了 他以后要是 不让我去坐兼职 就不少了一份收入嘛 他这个就是比较懦人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 安全意识嘛 当时大晚上 一个人跟人家司机坐车回来 然后司机又 可是我晚上回来了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就是一件小事嘛 我还去他宿舍楼下去找他 我说咱们当面 把这事想清楚了吧 其实没什么大事 然后直接就没回我 直接就上楼了 他脾气大 不是这一次两次了 还有一次就是我朋友嘛 请我们去唱歌 他又特别不给我面子 就是当时我朋友 就说了他几句嘛 他直接就是甩脸就走了 你朋友是那时说几句吧 他朋友当时当着我们面子 说我们俩人不适合 那你怎么不说我朋友 为什么说咱俩不适合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 他直接就当我朋友面子 说我朋友唱歌难听 让他下不得来台了 他朋友唱歌确实挺难听 然后我看他唱了 一唱不起来 我就跟着几句 然后我一唱 他朋友就停了 然后我一停 就是他朋友就唱了 后来然后他朋友就跟他说 说你男朋友怎么这么样 你们俩人可能不适合说我们 然后我当时就生气了 就直接走了嘛 你是气性够大的了 他这个人就动不动 就喜欢甩脸子 就上次我们去阅览室看书嘛 他有点累了 他怕是睡着了 然后我就是手机没电嘛 就拿他手机刷毁微博 然后就刷到他 问一个女的要微信 然后加了他聊了几句 我就看着挺生气的 那次是我气性大吗 当时是我刚睡醒 然后他突然跟我说 我把你号都刷了 QQ微信都刷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怎么了 然后他也不说话 我觉得他可能又无理取道了嘛 什么叫我无理取道啊 我就觉得他当时有女朋友 然后脚踏两只船 那是我以前一个同学 后来就是不联系嘛 然后我刷微博刷到了 然后就是聊了几句嘛 然后就是人家就把微信 那个二维码发给我了 我就加了 然后他我在那睡觉 他往往手机 然后就看到了 看到了过后 就直接发鼻子 甩脸色 就是把我删了 咱们先明确一下 一个女生看到男朋友的手机里面 什么内容他会把它删掉呢 就是我当时也就是刚睡醒 别说刚睡醒 你发肯定是在睡之前发的 你不是在梦里发的 过不过分吧 先说 但是也没什么事 我感觉就是 好吧 这件事咱们就过吧 就是女生 这我们看到 她说你懦弱说的是对的 确实挺懦弱的 因为我不太就是 不太愿意吵是吧 对不太愿意吵 她现在吧 就是我干什么事就觉得我烦 她前一阵子回老家 她回去都一个多月了 我打电话 就是打十几通 她都不在接了 那时候是我弟弟见老丈人 然后就拉着我 就是表弟 拉着我去壮胆 然后我就一起回去了嘛 然后过了两天 我奶奶又突然生病了 然后我又陪奶奶去医院 去完 然后后来我准备去找她 然后路上车就撞了 就是挺倒霉的嘛 然后就是内阵的事又多 心情就不好 然后他经常发一些 没阴阳的话 什么叫没阴阳呢 就是我觉得跟他 老长时间没见 我就说 哎 我想你了 怎么了 我觉得这情侣之间 就该说这种话呀 哎呦 你们现在怎么样 什么状态 他就经常跟我冷战 除了冷战之外呢 我觉得我们恋爱到现在 一直都挺好的 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 但是他就是一直觉得 我有问题啊 然后就是挑我毛病嘛 现在两个人都有工作了 在一个地方吗 现在是在一个地方 他前一个星期说 他要去上海发展了 原来我们都在无戏了 我就感觉他是觉得 我现在特别烦 就着急忙慌地 想要去上海 是吧 我去上海是 当时就是我朋友 给我介绍的工作嘛 我觉得还不错 就想去发展一下嘛 然后我跟他说了 然后他就不同意我去嘛 那他怎么办 我就是想让他 跟我一起去嘛 而且我们现在在一起 都那么多小事争吵 你说要是异地了 那我都不知道 能不能谈下去了 那就让他去呗 然后试着谈呗 我不放心 他这个人嘛 性格比较懦弱 而且就是有时候吵架嘛 我这个人嘴笨 性子又急 然后他就喜欢沉默 不说话 我一急了 就会吼他两句 所以你们俩异地谈就挺好 就没这问题了呀 可是异地谈 有一些小问题的话 如果当了面 我还会就是找他去哄他 如果异地的话 就是两人异地 那你就别去上海咯 刘吾熙呗 但是我觉得吧 年轻人就是应该出去了 常怎么 那你觉得这姑娘 你的种种表现 人家愿意跟你去上海 你要到上海 再欺负人家怎么办呀 我觉得我到现在 反正没什么问题 就是他自己老觉得我有问题 男生说 因为你的懦弱 给我们的情感 带来了很多困惑 因为你的无理取闹 给我们的情感 带来了一些困惑 对吧 对 女生说是男生发生了变化 所以情感才变 这个变化是 男生对自己不够关心 不够体贴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女生也不确定说 男生要去上海了 我是跟还是不跟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先不探讨 女生是不是懦弱啊 我倒是觉得男孩 你还真是捡软柿子捏 你一再说 因为这个事不愉快了 因为那个事我吼他了 你是真爱生气啊 而且把起床气 几次三番地在场上说 一个成年人 一个成熟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天天说 我有起床气啊 所以我起床时候生气 你不要跟我计较 我就是这样的 你是三岁小孩吗 我儿子我都不认识 他要起床气 我有点低血疼 然后就是 你还又找理由 低血疼你吃饭呀 低血疼你就发脾气啊 所以你就是捡软柿子捏 你追他的时候 你就看中了他的这种温柔 追到他万事大吉 从此可以捏过了 我特别不喜欢你这种状态 而且你在台上理直气壮地说 他懦弱啊 所以他不对 他不好啊 你不安慰我不哄我 你还说我有问题 早跟你分一百次手了 如果你是我的妹妹 是我的家人 我会觉得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太没自我 太没自尊了 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对你呢 就觉得他刚开始 对我还挺好 就是因为那一点 爱情最初的温度 其实真的温度 温暖不是别人给你的 你要自己先暖起来 才会感受到温暖啊 为什么不把自己 在感情中摆正位置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有我的喜牛哀乐 我需要的 他如果不能给 我该怎么做 是去求他吗 我给你打十几个电话 拜托你能接一下吗 干嘛把自己 搞得那么卑微 任何一个 喜欢自己女朋友的男孩 会十几个电话都不回吗 仅仅是因为 在老家有这样那样的事情 所以嫌你烦不回你 这样的爱情要他干什么 我觉得你不懦弱 你只是在这个感情当中 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 胸怀宽一些的 你会是一个不软弱的女孩 你会有自己的主张 会有自己的人生 会有自己的追求 不要淹没在你 自以为的爱情里 这不叫爱情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走出 这段低迷的情感状态 做个有骨气的女孩子 谢谢 好 谢谢严老师 在提我的观点之前 我先问两个人 一个问题 第几次的恋爱 这是 第四次 女孩 第几次恋爱 三次 第三次 OK 脸都不是初恋 都不是初恋 搞那么复杂干啥 男孩总有理 你难道没有一次是错的吗 那这个让人很可怕 人总有理 就意味着 是比较自我 就这边 我说就是对的 所以在你身上 我从性格角度来讲 就是你的个性里面 偏理性 注重结果 过程 感觉 细节 你不太喜欢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是你谈恋爱的一个短板 我大概能推测 前几次恋爱 也会因为这种事情会出问题 有女孩要有种感觉 我想你了 这不是道理 但是你说这没有什么营养 但女孩的需求 恰恰就在这个地方 而你却不会给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今后如果你不注意 仍然还会在这个地方 来摔跟头 我们再回过头来 女孩 恋爱就是为了 在彼此磨合认识 半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你说有问题 那边说没问题 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 不需要纠结了 那就可以分手了 为什么不分手 这才是你的问题 所以他就是那个样子 是原本的样子 他没错 你的懦弱就在于 为什么你看到这么大的问题 不分手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不敢做抉择 不能够舍弃 谁也不敢保证 谈恋爱就一定适合走在一起 恋爱是我们磨合的过程 如果发生这么大的分歧 该说分手 就适当说分手 这才叫没问题 所以你们的问题 本来这就是客观事实 不要纠缠着一个客观事实 说你不那样了 谁才恋爱 一开始都得给你好一点 越是后面 越是他本性的东西 这个时候才说 他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这个时候才是真实的 半年左右的恋爱 出现问题 不需要调节 只需选择 这是我的观点 好吧 好 谢谢余老师 女生 你非常享受 在他面前 祈求爱情 是吧 偶尔能够给你一点好 就像恩赐一样 你就会心里很舒服 是吗 也没有 我就觉得他 有男人追你吗 除了他之外 有 有比他优秀的吗 有 为什么不选 我就觉得 他对你哪儿好 他刚开始就对我 刚刚已经说了 不要老说刚开始 追一个女生的时候 既然要追 当然要好 对你不好 怎么可能追到你呢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 说话比较直 没有那些花花肠子 对 是比较直 就是明着告诉你 我不让你黏着我 你这个没用的人 那么懦弱 你不觉得他那种直白 对于你来说 是一种不尊重和伤害吗 是啊 那你还喜欢这种直吗 我觉得他可能 一个爱人对于你 不光是要直 要真 关键是还要真诚 这点诚意 是对你的尊重 你说呢 男生 你内心是对他 有点小小的自卑的 因为从外表形象上来说 他的追求者 一定比你的追求者要多 所以你百般地打压别人 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你哪那么多脾气啊 自以为自己是 那个爱情的主宰者 自以为自己 有各种各样的优越感 但其实 你除了在最开始 对他好之外 你后面你付出了什么呢 你从来不注重他的感受 你只注重你自己的感受 你只顾着自己发脾气 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接受 这个女生从上台开始到现在为止 她基本上脸上是没有什么笑容 因为在这样的一段 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不断地以否定她的方式 让她没有存在感 而来表现你自己的存在感 她没有生活的自信 是吧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走 不走的话 那我只能说你很享受 如果你想受 那你就留下 但我认为一个人 不管是爱到深处 还是情到深处 始终希望自己的爱人 是懂得欣赏自己 懂得理解自己 懂得尊重自己 就这样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照顾我的感受 像那时候刚刚追我那会儿 能对我好一点 然后说话不要那么难听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挺乖的 很多事情 可能确实也是我的问题 是我性格的问题 我以后肯定会注意这些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多陪陪我 发现心里要回 谢谢老妹啊 请回请回 来请关门啊 来吧 下面他们要做自己的选择了 请开门 决定在一起了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你怎么想跟我讲的吗 你以后肯定等你会好 在爱你跟着你 被你疼惜 我命的 football 有请 我讲的 我命的